欢迎回到独立特派园 前一阵子苗栗大谱征地事件 受到全国的关注 而政府为了科学园区 动不动就要征收农地 让农民跟土地辛苦培养出来的感情 可能一世之间就化为乌有 这几年来打狗乱歌团的团长 岩永能跟他的团员 不断地下乡跟农民对话 为曾卡金娜的阿公阿嬷写歌 来唱出他们的心声与心情 大谷乱歌团具创意又草根的专辑 带完几个都出来 今年还打败了台语天后江会的专辑 得到第21届金曲奖 流行音乐类的最佳台语专辑奖 大谷乱的团长岩永能早期是玩摇滚乐的 后来受到种田的阿公 还有著名的台语创作歌手陈明璋的影响 岩永能发现原来台语歌 也可以唱得这么美 一起来看记者李琼岳 李金龙的报道 他都很临时 就是他可能睡觉睡到一半睡不着 然后他起来可能想一想今天去哪里玩 他就可以马上起去 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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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嬷 这些什么 音乐 哦 漂亮哦 音乐 来 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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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誰呢 大公的帥 你倆的倒數 是解釋 很好吃嗎 我看我聽到不懂得很好吃 很好吃嗎 我的豬頭 豬頭在這裡 豬頭在這裡吃得好 拿着今年金曲奖 最佳台语专辑奖的CD 带完几个拢出来 颜勇能今天带着 打狗乱歌团的五位团员 来拜访昆彬伯夫妇 这白的边境 这不是我们家 这我们去叫金曲奖 大家来吃台湾米的鱼 这次没想像鱼 我先来穿便宿 四家在鱼又要脱膏又要脱膏 你又要脱膏喔 又要脱膏 自己去鱼 我现在要先去鱼 就卡这桶电鱼 等下就要脱膏了 等下就要脱膏了 10周天 那我不要吃午饭了 我现在在这边打 在这边打 这个叫脱膏了 脱膏 只要大家都吃着蜜蜜蜜蜜蜜 好 各位小朋友 您是我们不好的吗 好不好 好 大声一点 大声一点 好不好 好 好 同病博的米店 从早上开始 访客就络绎不绝 原有能正准备唱歌时 用来一群小学生 把门口挤得满满的 我们的担备没的事情 你心怀的情 好 你准备好吗 只要大家都吃台湾的 好 担心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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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支持台湾农民 你知道吗 以后不要像那些 那些烂政客 那些政治人物都欺负农民 欺负我们的阿公阿嬷 我们要支持台湾农民好不好 好 赞 赞 先要大家吃台湾米 写的就是 孔炳伯夫妇的故事 我们来采访这一天 也有一组人在记录 吟永能跟打狗乱歌团 准备拍成一部纪录片 我第一次下乡 我刚开始想说 要到台湾的农村 然后我自己想说 那整个社会那些年软 对我们来说 住一堂市里面 每天看到门铁 在那里干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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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里很厚 我说 我们应该是不是做一些 有效应的事情 我来想到我以前的阿公阿嬷 他们那里打拼 在做事 现在他们那里干净 他们那里干净 他们的姓名 的本质 资本越来越少 我说 我愿意悠善 我是不是可以到前头 去唱歌 爬下的阿公阿嬷疼 严永能口中的乱 失职2006年的 红山军运动 在台北抗议得最凶的时候 那时候他的心情很差 跟朋友聊着聊着 开着车 就带着团圆下乡 第一站 就来到后避乡的土垢社区 就来这个地方 快点 我们是要去聊什么 结果我们是帮聊什么 我们看到这些人 才不管你 在上面怎么乱 他们的交代 就是做他们的交代 好 但是这些人 他们的日子 我想台湾很早就离开了 整个这几年的下乡 叫做倡游美丽党 台湾好 我说我们要照顾好 你们要照顾好 我们要照顾好 我要照顾美丽兜 跟他们去创作 这是我所看到的 台湾农村 现在会活力到那种爱 不管燕又能说的 多么的神采奕奕 在一旁的阿嬷阿公 仍然低着头 努力拨着帘子 你等一下用那个 谢谢 你有没有喝茶吗 有啊 我们要一罐燕热茶 没有啦 这没有啦 要在我们前面 这条吃台湾米啦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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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湾一罐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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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湾一罐 我把我穿到 阿嬷这个是什么 他最近的罐喔 哦 漂亮喔 他在罐啦 来来来 谢谢 他在罐喔 丁丫甲爱宝阿嬷 画画出了名 她也是盈有能来到这里时 三不五时要找的人 两人一见面就痘痘嘴 也会来一个对唱 还有我来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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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慢慢的我们看到 阿嬷的元素被发现 譬如说 在我这次 听去讲这张专辑里面 阿嬷的皮肚子里面 他都在讲说 阿嬷 丹台她的肚子是哪儿 所以在冬天的时候 阿嬷赶快把那个烘焙丹 就批在 批在整个村落 那远远的异乡有始 看到的时候就看到 哇 这片这片 好像整个围墙都是阿嬷的皮肚子 大坡的冬民去向上海 或是说 这种地方 農地的东西 他们根本是没有想到 冬民的水和冬民 收到这些土地建立的隔壁 所以他们去上海这些人 包括这些孩子 他们开始有时刻 他们开始在他们的心里 要开始进行政策 所以我相信 应该要出现我的国内 有一天 因为他们的打拼 他们的故事 我相信应该 应该能够回去 回去那个年代 幸福的年代 来 快去幸福的年代 三 三 四 开始喔 五 六 七 六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一 二 三 一 二 三 四场之后 岩永能晚上来到嘉义璞子的 艺术公园门口 跟璞子太子会的 殿英三太子进行交流 他们都要穿上去 他们有会儿的母子 什么东西 穿上去 做得到做不到 做得到往那个方向 当然 因为我们现在拼不着 我们要向上交流 但是我们会儿的东西 穿上去 其实我们这几年 在城堂 我们有很多的那种 廟口贏了 这些人都是 一世人 我们很崇拜 的偶像 所以别人说 生定了 都是派人 都不一定 对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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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X 为什么 对我们 对ed 金車集團有那個319鄉鎮的表演 我們是可以 我永遠大哥說 我們是可以結合 因為我們都是廟口文化的 我們可以從廟口一爭一爭一爭來表演 用以前我們在玩的廟花看的頂端 這個東西 我們要怎麼把它撒到舞台上 用舞台式的方式才去表演這樣子 高賢志他用名字小高 他是一個操作家 然後他也做音樂 然後我家祖媽就說留紀念 這邊畫 我就看到這邊 我就跟他回饋 我馬上都畫他的樣子 就是他是高賢志 對 就是類似他的長的樣子 雖然不像 但是大概就是這個樣子 這個阿偉 這是我最好的朋友 他北港的面塞 我們在畫北家將 所以你看我們在跳的 你看我們表演 像我們帶面去 都是阿偉幫我畫的 都是我的吉他 也是阿偉幫我畫的 對 所以我們的東西 像這也是我們藝術家 每個學生 這阿偉圓的寶貝 阿偉圓的寶貝 阿偉圓的寶貝 就留在這裡做紀念 我們是我們的朋友 所有的 這裡是顏永能的家 門上貼的 牆上掛的 還有屋子裡的 零零種種擺設 就像顏永能的歌 充滿濃濃的台灣味元素 桌上每一張專輯 從寫歌 作曲 歌單 到封面設計 以及封套桌邊的娃娃 都是出自顏永能的手 我們明慨報 我們就是 像說 我們是用一個紀錄 吃一個報道的方式 我們去報道台灣好的事情 所以我就回到 以前我們 今日農村的那個感覺 我就是 我所看到的農村的新聞 我們是以創造歌謠 我們用歌 去跟我們交平 我們不是用樂器 也不是用那個 樂器 我們所有人 都是不一樣的表演者 就是我們用我們的歌 去跟人們討論來 所以亂來 田勇能說 他的歌 都是先有畫面 才有歌 他的歌 是意味著 土地和人民唱出來的 而不是寫出來的 我到現在的歌 其實我沒有樂器 我都不知道要怎樣 去聽那個音 也不知道要怎樣 去什麼做 我都是用簡單的方式 我自己以他的方式去記錄 我的歌是唱出來的 不是寫出來的 阿丹 把那個拿到這邊來 早期 岩永能玩的是搖滾樂 現在農村 廟口 夜市社區 愛河邊 都是他的表演舞台 他的創作 常常是下鄉得到的靈感 而且常常是說來就來 他都很臨時 就是他可能 睡覺睡到一半睡不著 然後他起來 可能想一想 今天去哪裡玩 他就可以馬上寫出一首歌 那就是一個靈感 然後他可能有時候 打電話給我們 像他上次要錄音 然後他就是覺得 少了一個感覺 少了一個聲音 然後他就打電話給我 他說 阿丹頭 那時候已經一點了 然後他就打電話給我說 阿丹頭 那你可不可以過來 鋪上阿麥按鬼單 CD 掛起全國議陣搶搶杯的錦席 打狗亂歌團 今天回到團長 吟有能的家鄉 台南新化的虎頭癖表演 opy規定 跟故乎 那我們二集倒座 頭上 modal始明能做 我們第二集 prizes 又在談 可以說是一個棕尾岩 也是棕尾燒的燈頭 因為我的小孩看到他們很好 也會怕而已 但是那種的塗層和顏色 是我們可以說 不管是台灣還是在外國 很多人都會有這種動作 他們的夫婦 包括他們臉上的塗層和他們的配件 所以我們的大家團團 我們很喜歡用自己的故鄉最好的東西 今天四十歲的顏永能用最認真的喉嚨跟肢體 唱出生活最簡單樸實的旋律 也唱出台灣最底層最草根的生命力 有人說他是愛河的國民歌手 也有人稱他是唱遊詩人 唱遊台灣這塊美麗島 不過顏永能也說過自己是在路邊攤賣才華的歌手 我們再來聽一遍顏永能怎麼說的 我們都是唱歌 用信太大王 我們從到這個評論 我們不是龐青的 我們沒有任何時間生 我那個歌下出就是要老一年 十年後也要新歌 二十年後也行歌 這時候也要是代表的人老鼓 sm a 咪咪咪咪